人才都是熬出的,本事都是逼出来的,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,而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。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,假如没有热爱,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。 热爱,反映一个人的政治学物,体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,是干事创业最具活力的因子。 选择了一个职业,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,就要爱这个职业,人才都是熬出来的,本事都是逼出来的。 常言道,人生有自保,做人,做事,吃苦,吃亏,话罗更讲,技能捕捉是良心,一份辛苦一分财,勤劳是人生的不动产。 苦类是一所大学校,要自却保苦类作为砥砺自己的磨刀石,在挥洒青春,这血和汗水中不断前行,求人不如求己,求己不如求学。 现在的职场中有两种现象,一种是职务越高,年龄越大,该龄越长,越难于学习。 凭经验,凭感觉工作的越来越多,一种是读书越多的人,总觉得自己懂得的太少,而读书越少的人,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懂。 今天不充电,将来靠边站,今天学习不努力,明天努力来不及,不怕水平低,就怕不学习。 读书越少,胆子越大,读书越多,胆子越小,我们要像给自己的手机充电那样抓学习,浮躁的社会,心境者胜出,职场生活多,与枯燥和寂寞相伴。 要心平气和,带薄名利,特别是在看到有的单位,住了彩头和风头的时候,在看到有的人追名得名,逐利得利的时候,更要把执住自己,甘于寂寞,埋到苦干,自觉奉献,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,牢牢的钉在自己的岗位上。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,你改变不了环境,但可以改变自己,你改变不了事实,但可以改变态度,你改变不了过去,但可以改变现在。 山有山的高度,谁有水的深度,没必要贪比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,风有风的自由,云有云的温柔,没必要模仿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。 你认为快乐的,就去寻找,你认为值得的,就去守候,你认为幸福的,就去珍惜,没有不被平说的事,只有不被猜测的人,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,一心而行,吴汉先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